欢迎大家收看两韩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告别富宝 韩国与大熊猫告别 绿色在18号洞上戏剧性地抓到小鸟 夺得汇丰女子世界锦标赛 首尔加强打击针对中国游客的清销旅游 中国制造的手机在非洲市场击败了全球巨头三星和苹果 中国两会 东盟澳大利亚峰会 马来西亚利率决策 请大家收看 告别富宝 韩国与大熊猫告别 德国之声 韩国首支在该国出生的大熊猫富宝 将于下个月转移到四川省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数千人聚集在首尔附近的龙人市的江南乐园主题公园 为这只熊猫举行了特别的告别活动 富宝的父母于2016年从四川省来到韩国 根据国际协议 借出或在国外出生的熊猫必须在一定时间后归还中国 绿色在18号洞上戏剧性的抓到小鸟 夺得汇丰女子世界锦标赛 南华早报 澳大利亚的汉娜格林在新加坡赢得了HSBC女子世界锦标赛 最后一栋她推入了一个30英尺的小鸟推赶 以一杆的优势获胜 格林以13杆低于标准杆的275杆结束比赛 而法国的赛林布提耶以12杆低于标准杆的成绩获得第二名 格林的胜利是她在LPGA巡回赛上的第四个冠军 也是她在亚洲的第一个冠军 这次胜利也让她报了三年前在同一比赛中获得亚军的一箭之筹 世界排名第三的布提耶在最后几个洞没有取得小鸟推赶 无法给格林施加压力 韩国的卫冕冠军高真英以六杆之差获得第三名落后于格林 首尔加强打击针对中国游客的清销旅游 南华早报 首尔市政府计划打击清销旅游 以保护该市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声誉 清销旅游是以异常低价提供的旅行套餐 鼓励游客从商店购买高价化妆品和其他产品 该市对中国在线平台上销售的旅行套餐进行了调查 发现100个最低价套餐中有85个涉嫌推广清销旅游 政府计划与中国驻首尔大使馆分享调查结果 并增加非法旅游活动举报中心的数量 中国制造的手机在非洲市场击败了全球巨头三星和苹果 南华早报 中国移动电话品牌Techno, Infinix和Ito 由总部位于深圳的Trenshen制造 已成为非洲、中东和其他新兴市场的畅销品牌 在智能手机销售方面超过了三星和苹果 Trenshen通过提供价格实惠的手机 如Techno Pop 7和Common 20 Pro成功地针对低收入消费者 该公司的成功归因于其营销策略 对消费者需求的理解以及对营销和渠道渗透的投资 Trenshen在2023年第四季度的出货市场份额 占据了中东和非洲地区的36% 全年占据了32% 仅Techno在2023年就占据了非洲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26% 然而并非所有中国手机公司在非洲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由于美国的制裁导致无法使用谷歌移动服务和芯片组 华为在非洲的市场份额从2019年的10%下降到了近年的约1% 中国两会 东盟澳大利亚峰会 马来西亚利率决策 日经亚洲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周二开始其年度会议 预计李强总理将发表一份包括2024年增长目标的工作报告 东盟澳大利亚峰会也将于周一在墨尔本开始 标志着澳大利亚与东盟对话关系50周年 美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将于周一开始旨在防范朝鲜的威胁 电商巨头C和京东将在本周公布财报 韩国医生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抗议医学院招生计划 雅虎 数千名韩国高级医生在首尔集会 支持为期两周的罢工的低级医生 他们抗议政府计划增加医学院招生人数 政府威胁要暂停罢工医生的医疗执照 这将对韩国的医疗服务造成打击 政府希望明年增加2000名医学院招生人数 以应对该国迅速老龄化的人口 然而许多医生抗议该计划 称医学院无法承担如此多的学生 并且在基本但低薪的专业中医生已经短缺 习近平加大力度 越南大型欺诈案 亚洲简报星期日 彭博社 本文简要概述了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新闻故事和事件 主题包括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 美国科技股 越南120亿美元的诈骗案 杰罗姆 鲍威尔对议员的证词 巴基斯坦的选举事件 东京的通胀数据 日本钢铁公司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提议收购 波音公司与一家钳子公司的谈判 以及中国经济的放缓和移民问题 随着日本料理在海外获得越来越多的粉丝 山葵出口也在增长 日经亚洲 随着全球对日本料理的普及 日本的芥末出口正在增加 芥末以其独特的味道和通鼻的特性 在西方和亚洲其他地区赢得了新的粉丝 生产和销售芥末制品的公司 正在开发新产品 以迎合外国消费者的需求 这些产品的销售额每年都在增加 然而 由于农民年龄老化 国内芥末产量下降是一个挑战 因此 保持高质量芥末的生产基地 对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外需求至关重要 在亚洲 出现了一类新的无子女选择的夫妇 Dings 双收入无子女 南华早报 在亚洲 夫妇选择不要孩子的决定 也就是所谓的Dings 双收入无子女 生活方式 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然而 由于许多亚洲国家 保守的家庭中心文化价值观 这种选择被视为有争议的 选择不要孩子的夫妇 经常被指责为自私 尤其是在低出生率 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 Dings生活方式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更加公开地讨论 其中包括 夫妇分享他们的经历的TikTok视频 迅速走红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 但对无子女夫妇的社会污名 仍然存在 然而 社会学家认为 选择不要孩子的动机 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宗教原因 对人口过剩的担忧 和健康问题 在印度 Dings夫妇的数量 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 其中相当大比例的农村夫妇 选择不要孩子 在东亚的一些地区 对无子女夫妇的污名 可能与对出生率下降 和人口危机的担忧有关 地产大亨被指控 在越南最大的欺诈案中 侵吞120亿美元 彭博社 越南房地产公司 万胜发集团主席张美兰 将于3月接受审判 如果被判有罪 可能面临死刑或监禁 这起案件揭示了越南 在试图吸引外国投资 并成为全球电子中心时 面临的挑战 张美兰被指控的犯罪行为 包括设立幽灵公司 贿赂政府官员 以及非法控制一家 发放贷款金额 相当于越南2022年 国内生产总值11%的银行 这起案件导致了 该国债券和房地产市场的冻结 官员们担心 自己会被牵连进调查中 这起审判 是越南共产党打击腐败的一部分 凸显了政府能否有效保护银行系统 和整体经济的问题 近年来 越南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并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但它在跟上快速变化的步伐方面 面临困难 该国领导人将腐败视为 对他们掌权的风险 反腐败运动 已触及社会各个领域 包括政府最高层 张美兰的案件特别大胆 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挪用和洗钱指控 这起案件导致了 万胜发集团资产的冻结 并对越南的房地产市场 和公司债券发行 产生了重大影响 政府旨在加强商业环境的透明度和信任 但人们担心 监管机构是否有能力 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 有效的发现和防止腐败 奥斯卡获奖导演 冰口龙介与讲故事的艺术 日经亚洲 日本导演冰口龙介 以他独特的细腻 缓慢燃烧的戏剧风格 赢得了国际赞誉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 冰口谈到了他的童年经历 如何塑造了他的讲故事技巧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由于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 被派驻到日本不同地方 他和家人一起旅行 这使得冰口能够从外人的角度观察社区 仔细观察人际关系 冰口还将自己讲故事的愿望 归功于他童年时 对漫画书和电子游戏的热爱 在过去的一年里 冰口一直在电影节巡回演出 与全球观众推广和讨论他的电影 最近在澳门的一次停留中 他为年轻的中国电影制片人 和行业同行举办了一次大师班 尽管他的电影 包括奥斯卡获奖影片 《开车吧!亲爱的!》和《邪恶不存在!》 在中国没有正式上映 但他们在中国电影制片人 和影迷中广受欢迎 冰口的电影 以其亲密感和神秘的结局而闻名 让观众留下了许多问题 并引发了讨论 韩国需要外国劳工 但往往未能保护他们 日本时报 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 韩国对外劳力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去年 韩国创下了全球最低总生育率的记录 促使尹熙悦总统政府 将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配额翻倍 这些工人中的大多数在小型工厂 农场或渔船上工作 他们经常受到虐待和剥削 莱西纳对话 印度的崇高理想清楚地表明 它不适合四方联盟 南华早报 作者认为 印度更适合于金庄国家或I.R.U.R.等组织 而不适合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他们认为 Quad的价值观和目标 与印度在乌克兰战争 和与俄罗斯的关系等各种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 作者得出结论 印度将继续在不同的阵营之间摇摆 Quad对该国来说并不合适 企业债券投资者的派对仍在继续 彭博社 美国信贷市场显示出 投资者对企业债务的风险偏好增加的迹象 2019年大部分时间里 风险溢价一直在收缩 表明对违约的担忧减少 经济数据的反复表明 美联储可能不会进一步加息 而通胀上升意味着不会立即出现衰退 然而 未来仍存在风险 包括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 而资金管理人正在早期显示 对高评级债券销售的兴趣饱和 尽管如此 二月份美国投资及债券的流入平均每周达到64亿美元 比一月份增长了1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坚持不急于降息的立场 雅虎 预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周三出席众议院委员会和周四出席参议院委员会时抵制降息的呼声 鲍威尔很可能会重申 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降息 尤其是在通胀数据显示价格压力仍然存在之后 鉴于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 美联储已经表示可以在决定降息之前慢慢来 然而 预计民主党人将质疑鲍威尔的立场 指出加息可能对总统选举产生的影响 鲍威尔本月早些时候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经济尚未完成 过去六个月的良好数据 似乎并不是通胀走势的真实指标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 包括韩国告别大熊猫富宝 高尔夫锦标赛 首尔打击倒卖旅游 中国手机在非洲市场的崛起 中国两会 韩国医生集会 越南大型欺诈案 日本导演的艺术创作 韩国外劳问题 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立场等等 首先 我们来看看韩国告别大熊猫富宝的消息 富宝是韩国首支在该国出生的大熊猫 根据国际协议 这些熊猫必须在一定时间后归还中国 数千人聚集在首尔附近的龙人士 为富宝举行了特别的告别活动 我们祝福富宝在中国的新家 能够生活愉快 接下来是关于高尔夫锦标赛的消息 澳大利亚的汉娜 格林在新加坡赢得了 HSBC女子世界锦标赛 最后一栋 她推入了一个30英尺的小鸟推杆 以一杆的优势获胜 这是格林在LPGA巡回赛上的第四个冠军 也是她在亚洲的第一个冠军 我们向格林表示祝贺 希望她能在未来的比赛中继续取得好成绩 接下来是关于首尔打击倒卖旅游的消息 首尔市政府计划打击倒卖旅游 以保护该市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声誉 政府发现了100个最低价套餐中 有85个涉嫌推广倒卖旅游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成功打击这种不合法的旅游活动 维护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 再来是关于中国手机在非洲市场的崛起的消息 中国移动电话品牌Techno, Infinix和Ito 已成为非洲、中东和其他新兴市场的热销品牌 在智能手机销售方面超过了三星和苹果 这些品牌成功地针对低收入消费者 提供价格实惠的手机 并通过对消费者需求的理解 以及对营销和渠道渗透的投资取得了成功 然而,华为在非洲的市场份额却下降了 这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导致无法使用谷歌移动服务和芯片组 再来是关于中国两会的消息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本周二开始其年度会议 预计李强总理将发表一份包括2024年增长目标的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期待会议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 然后是关于韩国医生集会的消息 数千名韩国高级医生在首尔集会 支持为期两周的罢工的低级医生 他们抗疫政府计划增加医学院招生人数 我们希望政府和医生能够达成共识 解决这个问题以确保韩国的医疗服务能够正常运作 接下来是关于越南大型欺诈案的消息 越南房地产公司万胜发集团主席张美兰将接受审判 被指控侵占了120亿美元 这起案件对越南的房地产市场和公司债券发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 并且能够为越南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最后是关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立场的消息 预计鲍威尔将在本周出席国会委员会 并且可能会重申 目前没有必要急于降息 我们希望美联储能够根据经济数据和市场情况 做出明智的决策 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